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家全连日来被这个邱毅追打祖坟的问题 在今天邱毅呢出示了这个空照图表示 在民国90年当地是两座坟墓 不过到了91年只剩下苏家全父亲的这一座 他指一是特权逼人迁坟 同时他也指控呢 苏家全的祖坟是盖在国有农牧地上 这是窃占国土 而对此苏家全有所回应 他说他是按照这个父母的遗愿把父母下葬 如果相公所认定是公有地的话 他会将祖坟迁移 苏家全祖坟连环报 立委邱毅这回秀出空照图 90年8月23这官方的章 骗不了人的 有两座坟 然后紧接着到了一年以后 91年的8月24 大家发现剩几座坟 剩一座坟 根据农委会空照图90年还可以看到两座坟墓 91年只剩下一座坟 当地人叫做风水宝地 一千人站在这里可以出总统级的人 说实话叫人家遗坟是很残忍的事情 邱毅指于苏家全搞特权还提出资料 指苏家全父亲坟墓位置 除了苏家自有地还占了一大部分不可作为殡葬的国有农牧用地 这块国有地92年8月苏家全申请变更自己为成租人 在此之前都是父亲苏兴旺 但苏父78年就过世 中间14年却还是挂名 春租人 更不能盖坟地啊 那叫占用啊 那个叫窃占国土啊 连日来麦克风堵上来都是追问祖坟 让苏家全脸色凝重 强调绝对没有避远千目 苏家全强调二三十年前往事 牵涉乡下习俗 祖坟建在国有土地部分 也有许多其他人的坟墓 呼吁不要因为选举伤害乡亲感情 捐选台北 综合报道